这是我们的40公分乘40公分的驱动单多也太忘记 那平常有30公分从这里到这里的机械是30公分 好 这个是位置仪表 这个是温度和时间二合一仪表看关 首先我们按一下这个ICT键呢 第一排镜头5P的时候是要设定温度 我们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镜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20度来烫升华烫 然后再按这个ICT黄键 第二次的话进入5到S状态 就是时间状态 就是S说明是秒数 我们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增加秒数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镜头来减少秒数 一般设三次秒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这个ICT键第三次完成设定 这个仪表就设好了 我们这个必须要按第三次之后才会完成设定的 这个是双手机能开关 当这个设备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双手按一下 它才会启动 要把这个打起来 特别才会启动 如果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 我们按下这里就可以了 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个是计数器 计数器 好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把这个布呢 扑到这个铝板 这个垫子上面 扑到这个铝板 扑成要扑平 扑平之后呢 我们要把松滑纸 扑上这个松滑纸把它扑下去 扑上这个松滑纸把它扑下去 扑完之后呢 扑着板就会自动抬起来 然后烫环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脚踩开关烫环的一个 大陆我们可以按这里 也可以轻轻启动 我们这两种 两种启动的方式 就是双手启动 就是这个脚踩开关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脚踩开关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来看看撒花效果 我们把这个颜色已经完全扑到这个布上去了 好 看看这个布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的这个机器 然后现在我们再测一下这个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 调起来差不多一个用法 这也是把这个布扑上去 然后呢 把这个 这个图案呢 面向这个布呢 也是扑上去的 撑平 这个温度和时间都已经整理好了 其实我们有 这里 我们按下这里的话 发热板去 然后往下再放 好 发热板在上面 都放在一起了 这个温度就是 从30秒到0秒钟 到完成了那个烫花之后呢 把这本机自动弹起来 然后烫花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团体拿走了 这个计处器是烫一次它就可以计处一次 如果想清零的话 可以按下这里就清零了 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清零了 就清零了 按一下这个就清零了 如果需要锁定的时候 按下这里就直接锁下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看看效果 这颜色已经完全过上去了 关上快点 嗯 好的好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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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